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将蛋分三次一颗一颗加入 搅拌均匀后加入牛奶 搅拌均匀后再筛入低筋面粉 将面粉搅拌均匀至无颗粒 接着将搅拌好的面糊筛入铺好工培纸的铝盘中 将面糊筛入大约铝盘的三分之二 烤箱溢热5分钟 接着放入烤箱230度烤35至40分钟 烤好后待冷却后放入冷藏 冷藏5个小时后就可以享用了 喜欢我的影片别忘了点赞分享订阅我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